十一投一中,在CBA大厦四方,到国家队彻底消失,李南还敢继续用它吗? 亚加达亚运会中国南篮红队的第二场对战哈萨克斯坦队的比赛中,在上半场苦战的情况下,凭借第三节的爆发,最终以83比66大胜哈萨克斯坦南篮,从而一小组第一的成绩进齐巴桥,值得庆祝,在这场比赛中,中国南篮红队有三人得分上双,其中刘志轩拿到全队最高的18分,丁燕宇航和赵瑞, 分别拿到14分和11分,丁燕宇航在上一场对战飞绿兵队发挥失常后,此意终于证明了自己,尤其是在拉开比分的第三节比赛中,丁燕宇航独得9分,是红队能够赢下比赛的关键人物,不过和丁燕宇航在比赛中,证明自己不同的是,上场比赛四投零中进的两分的北京星和新芳朔在这场比赛继续迷失, 若他还是没有改观的话,那恐怕要被主教练李南彻底打入冷宫了,丁燕宇航在这场比赛中,证明了自己其实本场比赛在开打之前,被认为是一边倒的比赛, 因为哈萨克斯塔在小组赛第一场比赛中,面对NBA球星克拉克森缺阵的菲律宾队都是惨败,我们能战胜拥有克拉克森的菲律宾,按理这场比赛应该是很轻松战胜对手才是,可在上半场比赛中,哈萨克斯塔队给中国南篮红队,带来了很大麻烦, 甚至在比赛一度领先给红队,在上半场结束时,我们也仅仅是一分领先为弱优势进入下半场,好,在第三节中国红队打出一波31比12冲击波, 在这一节就赢了对手整整19分,红队最终也是依靠第三节的爆发几款哈萨克斯塔赢下比赛,赵基伟受伤让不少球迷看好帮朔,能接替他成为主控,因为红队的核心后卫赵基伟在,此前和国奥队的内部训练赛中不幸受伤,而在后卫环节让李南非常头痛,好在是广东红阅后卫赵瑞在这两场比赛中战了出来, 加上在辽宁队此前打前锋的刘志轩和场道后卫角色也有不错表现,总算是支撑住红队的后卫线,但后卫线上目前两场比赛来看,还是有着比较大的诟病,那就是原本很多球迷只望着能见替赵基伟的北京首刚新和新方说了,他的第一场比赛四投赢中后,在本场对着哈萨克斯塔的比赛,中更是七投几一中, 得到3分,100名助攻,而他在亚运会这两场比赛下来,一共打了28分钟,十一投一中,竟拿到5分200一助攻函算数据,进攻效率实在太差,基本在场上消失,方硕在亚运会两场比赛十一投,一中一助攻让台低迷,之所以很多球迷此前对方受期待这么大,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CBA联赛中给大家带来太多惊喜,在一期得一把赛季,可以场均得到15分4.8注顶级后位的数据,尤其是在最后赛首轮,面对后来的冠军辽宁队的这个系列赛,方硕多次在北京首刚最危难时刻站了出来,得进关键球, 很多球迷也都认为方硕已经得到了马布里的一波,他会是北京首刚的新核心,不过方硕在联赛大厦四方,却并没有把这表现带到国家队来,不仅是在这亚运会这两场比赛刚回地尼,此前在四杯中,也是表现非常不理想,很多球迷也说方硕这种球员只能在窝里哼,在国家队他不行,方硕在CBA大厦四方, 却在国家队不行现在情况,对方硕来说非常不妙,在这几次比赛中,李南算是挤足了机会给方硕,但他没有把握住,而在后面淘汰赛,相信李南在使用他上面会非常谨慎,恐怕会让这两场基本上没怎么打过的赵泰龙和田宇翔机会了,毕竟这两人在CBA表现也是很不错的,尤其是赵泰龙,在上届亚运会上还是国家队, 三分球更是他的拿手好戏,而一旦被赵泰龙和田宇翔抓住机会的话,恐怕方硕要被李南直接打入冷宫了。 Viking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